路上車來車往 女騎士行駛到一半 前方突然衝出一輛機車 還好他緊急煞車 閃了一下 沒有造成追撞 只是後方騎著黃色電動車的男騎士 卻突然不滿 上前理論 雙方講了好一陣子 這時男騎士跳下車 拿出鐵錘做事要打人 嚇得女子立刻騎上 有聽到說什麼 你嚇到我怎樣子 然後就開始叫囂 就是好像談不容吧 事發在十四號晚上六點 花蓮市中正路與博安路口 女騎士在網路PO文 呼籲大家千萬要小心 因為自己在路上 遇到一位男騎士拿鐵錘要打人 原本他騎車落跑 但對方一路尾隨 還好他飆車這才甩掉對方 只是回想起過程 讓他心有餘悸 最後也向警方報案 被藍庭的原因是因為 轉彎時險些發生擦撞 現已鎖定特定犯嫌 將持續追查該名犯嫌道案說明 還有這一次沒有人受傷 只是騎車上路 也能遇到恐嚇攻擊 與其是嚇得不欺 只辦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華視新聞高材為張俊慧張藝君花蓮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